来关注航班入境相关消息 拜登政府已经延长外国航空旅客入境的疫苗令 这项疫苗令规定所有的非公民或者是永久居民旅客来美时 必须证明自己已经完成疫苗接种 运输安全管理局TSA将原定于未来几天到期的疫苗令延长至4月10号 此举延长了2021年10月出台的一项政策 该政策开放了许多国家到美国的旅行 但要求抵达的旅客必须接种疫苗 在拜登宣布大流行病结束数周之后 美国延长了新冠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此举曾将入境疫苗令延长到2023年1月 因为卫生官员再次警告说冬季将出现疫情 TSA强调该项政策旨在防范新冠病毒及变种进入境内 降低病毒在全美传播的风险 保护美国人民的健康和安全 维护民用航空系统的安全 全美最火新闻尽在中文热点 美国中文电视美国中文网全新推出 日间新闻资讯节目中文热点 YouTube平台同步火热直播 全美肚地记者现场直击 临时差追踪华人热议焦点 及时准确客观 快来订阅Sinovision美国中文电视 YouTube频道中文热点 每天与您不见不散